主基础上个星期公布经济成长率下修为2.4% 立委今天就针对下修GDP咨询财经首长 质疑两岸签署ECFA对于台湾的经济没有失之帮助 两岸正在洽谈开放服务业 而中共海协会之前说对台湾不会再让利 对此主团的经济部说两岸互动不应只是单纯让利 今天他告诉我们让利时代结束了 你会不会根据他的说法 他的说法我们还会开放中国的农产品进到我们台湾会不会 基本上就没有所谓的所谓要期望对方让利给我们 所有谈判包括农产品 我们农委会都会就我们自己有利的部分跟不利的部分跟对方做一个协商 两岸签署博物贸易协议在即 但立委拿出GDP下修数字 职一签署ECFA之后并没有让台湾经济越来越好 中国签了ECFA之前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基本上还可以保3.5以上 但是签了以后不进则退 严严核战力 我想并不是因为签了ECFA让我们经济变差 为什么不反过来想如果没有我们这些让我们的市场更开放的 我们经济搞不好都会更差 因为主计处下修GDP为2.4% 财经首长分为保3破工的说法缓夹 而经济会主委管中敏则乐观看待 认为今年GDP不会再下修 我个人是对保3并没有完全绝望 今年还会不会再下修 我认为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那如果会怎么办 由于台湾内部消费气氛不佳 因此未来经济成长率要想保3 还得看下半年的出口成绩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柳兹营 台湾台北报导